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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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音言其實 就是說從 其實我們剛剛聽到上人 也是有講 未受法之前是點得 我們都是從 尤其我是從第一逃出來的 還好能夠遇見我的慈濟 原本我是一個在做一個珠寶 在中山北路的一個開磚賣店 我先把這個以前的事情先跳過 先讓你們看一下 為什麼我會進入慈濟 就是因為我 因為二十幾年前 就是說大陸那時候正品牌正開始的時候 我也覺得說 我這個品牌到大陸去發展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我就去 去了以後 其實我在人脈方面做得很好 比如說他們的解放軍 還有他們當時的上海的錦江集團 那個老總 還有文化部 如果你解放軍跟文化部 能夠通的話 還有你的上海這一方面的能夠通的話 你真的是通塔無阻 但是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非常好的音樂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其實我們都要講故事 那其中我也是小小裡面當中的一個故事 好 來請那個音控師姐來播一下 我在累的時候 心情比較不好的時候 我就會去看一下浪花 你看海浪她要爬到沙湯上還是岩石 她都是要自己爬 我第一次的翻轉是我的婚姻 第二次的翻轉是我生了一個大病 醫生說我只有半年的時間而已 你有多大的衝擊 你想一個好念的話 只要你去承認 你去接受 我多活了十年 是老天爺送給我的 也是我努力得來的 基隆 小時候我出生的地方 我媽媽爸爸在這邊 起家也是在這邊 六十年代的時候 基隆港口 有很多船員會拿很多日常用品的東西 來這邊讓我們寄賣 做委託行生意 不來品的生意 衣服啦 布料啊 這些都有啦 我們家裡最主要賣西裝料 家裡也很多兄弟姐妹 幫爸爸媽媽的副手 我覺得我小時候是最好的風光 我很喜歡回憶以前小時候的生活 我們小時候就有請傭人了 但是我爸爸說 你孩子一定要結會煮飯 你後來要帶人一家 你就要給他們煮飯 他說 他說 家裡 廚房也會燙 這間家庭也會燙 這間家庭也會燙 這是我大兒子 我送他到華國 我要回台灣 他不捨 我老三 他幼稚園的時候 老是帶他們去交友的 三十年前的事情 賺錢比先生 比較會賺錢 我比較強悍 一切都是以我為中心 就只有專注在於錢這一方面 小孩子那時候也是奶媽帶的 還有他爸爸 我也比較少陪伴 要爸爸而已 他不要我 當然會不捨啦 但是我那時候也無能為力 我媽媽說 女孩子不要那麼強 名字要給先生 那我就名字 全部都用先生的名字 那就是因為這個法律關係 以前所賺的 那麼多錢 都變成他的 人生比較低潮 我想要換一個環境 我是2001年去大陸的 我就是要去經營我珠寶的品牌 沒有半年 我就跟華國的總裁講 我說我不想做你的 我要來參加一個團體 不愉快的 不美滿的事情 也可以從中那邊去 取得我的一個心靈的那種快樂 第二次的翻轉 是我生了一個大病 我是因為B型肝炎 那然後常常要例行檢查 三個月檢查一次 疑還是鼻有腫大 要我再去做檢查 檢查出來就發現是疑障癌 疑障切三分之一 肝跟十二指腸拿掉以後 就趕快去做電療跟化療 說實在第一次翻船 讓我不肝那種感受 真的是很 好像海嘯一樣 把我整個人都翻管過來 不會把病看作病 我覺得說病只是給我 欸 你要注意喔 黃燈而已 下一次紅燈的你要注意喔 那我就會去注意 反而是好啊 2022年的一月份 骨跟骨摩擦到 每走一步就痛 所以要開刀 因為它把那個筋把它切斷 所以說要復健很久 70歲了啊 我的體力真的是比人家差 差很多 相機只是半天時間 是比較可以 那如果整天的話我就不行 做兩三個小時我就累了 所以我特別地珍惜時間 餘葬還是累出來跟吃 有很大的關係 我要給我自己生病的人吃的 我能吃的話 大家就能吃了 不要說麻煩 怕麻煩 做什麼事情 就是要讓人安慰 我做事比較說一做一的人 今天你來攪 攪拌一下讓他們切 切菜最重要就是要順著它的 切 小姐 我在看時間 給人家一種不容易接近 很嚴肅 很嚴格 他自己要求自己嚴格 對別人要求也是嚴格的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說 不喜歡跟他在一起 會怕被他去電到這樣子 他有時候會講話也不是很客氣 你做的事情都不會唱 都不會唱 都不會唱 不會唱 還不會給你們派 沒有 你們都沒有人感恩 我這樣可見 我會給你們派 對啊 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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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大家就位來這裡包 剩下給我做 新華已經習慣了 因為快二十年了 就是在跟書對話 知足感恩善解包容 竟私以那四句 我感受到非常大的一個震撼 很清安自在 無所求那種感覺 不像以前什麼都要 我沒有想過說被愛是一種功課 我覺得我照顧別人很輕鬆 我被人家照顧我心不安 這個好難學 我感覺我欠人的麻煩 欠人的人情坐好笑 我給我的人生我只有打四十分 做事不延攏 婚姻不延滿 待人處事啊 深色啊 都是要自己要很捡跑的自己 尖的地方把它修一修啊 修比較也濃一點啊 不要那麼尖銳啊 我跌到山谷裡面了 我回想起來我爬那麼高 我為什麼要爬那麼高 我覺得不好 太累了 追求太多了 自己也是說 好 我沒有往生 我就必須要去 去再做多一點 有利益人家的事情 自己也是說 好 我沒有往生 我就必須要去 去再做多一點 有利益人家的事情 像我這樣重病的人 隨時要走都是有可能 那如果說我沒有把握的話 我覺得說 我的人生真的是 跟人家的時間更短 你不知道他過年前開刀 開完刀我們第一次在這邊擺攤 九點多之後 你就跟他真的是一掰一掰的 就這樣走進來 你看他會生氣耶 你會覺得說你來幹什麼 他說他痛得要死 可是因為他覺得他在家無聊 來這邊還比較好過 他就跟你坐在那個地方 就一直在開始發進視語言 他就是這樣 他也說良心話 還是執著很多地方 但是他的執著就是說 我就是要把握時間 我能做的事 我現在就是要把它做掉 這樣子 就算只有今天花一張 我也很執著 這一句話說不定 幫助他還是讓他心裡開闊了 就算人家沒有接受 我也很高興 最起碼他眼睛有看到那一句話 對啊 心底上還有癌細胞嗎 沒有啊 我哪有的地方 可以讓癌細胞放在我身邊呢 不可能 因為我每天充滿了歡喜啊 歡喜就是好細胞一直產生啊 不好的早就淘汰掉了 送給你一句好不好 我覺得他是打不死的蟑螂 還可以活很久 大家都放心好了 因為我覺得他發了大怨 他這個怨還沒有完 他不會走了 放心好了 他會不會走 他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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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起的話就好像我的事業 潮開的話就好像我人生的一個挫折 挫折也是非常好的 讓你雞蛙更多你向上 反而是一個轉捩點 不管你多大的衝擊 但是我相信這個難化是很美 我覺得潮落也是非常好 就好像在地域當中 我們能夠地域當中能夠爬起來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相信我們這四位師姐一定 你看他們看了我都沒有 我從來不講 因為我們做事 我這個就是這樣很認真在做事 做事我們不講話 你看鄉居 生活相信是有很多都婆婆媽媽 一邊講一邊做一邊講 我不會 我一定就是說我們來借事念心 好 這個不要講因為我時間關係 好 因為你看 我在機 我以前做的事業是一個盒子就幾千萬 但是在慈濟是拿了這麼重的東西 你看腳架也是一二十公斤 還有攝影機也差不多五六公斤這樣子 而且是這樣子在做 但是我不願其反 尤其到了甘肅 河南 江西 還有甚至於安徽 我們都是怎樣 從高走到山坡走到山上 然後山上又下坡 這樣子的在走 而且都扛著 因為機器 我一定 因為我的老師是張宇川 他說機器在人就在 機器不在你的人就不要 所以說我在做人文真善美這一塊 我也是非常盡視 一定機器就抓熱在我的身邊 所以說非常的重 但是因為時間關係 我這個等一下回來再講 其實我為什麼 從這樣子以前這麼奢華 這麼注重品牌的人 這麼好強的人 真的先生只是 就是說我是嫁給你而已 但是呢 就全部什麼事情就是我當 那我會這樣子 這些裡面故事太多太多太棒 又就是因為裡面有這麼好的故事 讓我從這樣子的一個 從山高山掉下來 我還非常的自在很歡喜 那為什麼 就是怎樣 就是我們上面講的 在華華經講的 要入人寢 在這個當中呢 就是在慈濟在2012年 也是我進入慈濟的11年 我經過檢查出來是疑障癌 你看你們知道疑障癌是 不管是賈博士也好 我們慈濟大學的林永祥 他也是一個病理專業的教授 你看他也是疑障癌 那麼多的疑障癌 甚至於我們美國的一位師兄 也是病理科的醫生 聽到我這樣講 又擴散到肝三次 那第三次 醫生還是叫我切 那我這樣子 還有大腸 我還是一樣的堅持在做慈濟 為什麼 我們來看這一片影片 醫病情的影片 這個影片我要講的 就是你們一邊看一邊講 因為時間關係 這個也蠻長的 我為什麼會 這個是在我化療跟電療當中 的時候 我看到了我們的醫生 來請播好嗎 可以嗎 我們醫生怎麼讓我那麼感動呢 我都把它記錄下來 因為我當時的我 根本就把我的這種病已經忘掉 而且只有一心一意的 就是看到了我們慈濟醫院的 不管各科室的醫生 都是這麼進診 你也知道 我們你看要等 因為你沒門診的話 就一定要等 不管你等十幾月 而且我又是住基隆 時間也很足 我們就做全職志工的方式 那我就在那邊等的時間 我們發現 我們的醫生是這樣 查出遺障 那時候醫生叫我 剛好我們蘇州的健診中心 剛好成立 不要簡單的大聲一點 我可以想像 所以說它是一個相當惡性的種類 明醫師很快就從這個 超音波發現你的遺障有問題 大衣網跟白衣大事 是我這一次生病 我才能更深入的了解 經過了十一個小時的手術及治療過程中 此獄對醫護人員的精神所感動 由於院長帶動團隊運作 終於順利成功 那團隊的好處就是 一個人的思考不周詳 所以我 那團隊比較周遠 因為開這個刀的手術相當大 你是初期的恢復得快 尤其是外科醫師 哪怕是開個小手術都可能會要滅 生命後面是一個家庭 所以 它可能影響的不是只有一個家庭 你把每一個病人都 看成是 第一次接觸醫護的 這樣子你有這種同理性的情況下 就不會不耐煩 我自己一直在問自己 中醫生就是要讓別人變好嗎 這樣縫線 這縫合傷口等等 那這些都是要老師親手帶的 他抓著你的手一針一線 這樣你帶著 其實培養一個醫生很困難 那培養一個成熟的外科醫師 需要很多時間跟支援 這個都是他們心理化 培養醫醫的醫生是很不容易 尤其他是外科醫生 血腫科進步很快 非常非常快 所以你要拿最新的知識來治療病人 因為update 資料會很多 國外做出成的成績 我們至少要跟著上去 治癒求新的這樣子 不進折退 負責任甚至看診看到深夜 才用中晚餐的黃金鳴醫生 負責任盡量做到仔細 治療刺激人這樣子的一個態度來面對 每天真的很辛苦 有時候來的時候好多人在等 他們一等都很久 那時候看到11點多的時候 說還有兩三位還沒看 假如你要看得仔細的話 勢必會花很多的時間 但是你花了很多時間看病人 但是外面又等了很久 所以這時候你大概也沒有辦法 想到自己太多了 因為腦海裡就是 就是外面還有很多的人 他們有些病人他有病痛 他也不適合久等 所以在這樣的心態之下 我想應該也忘了自己 有多辛苦或多飢餓 應該都忘掉了 主任真的是太用心了 看病人數目 一般都相當晚 對 然後就是看上班 如果有加班線的話 可能就12小時 有時候甚至有什麼 精神怎麼支持 那都是一樣很專注的 對啊 就要上下去 沒辦法 因為沒有人就是這樣 然後開開開開都下班 就才會離開 有時候就是早午餐就吃個麵包 那有時候就沒有感覺就不要吃 壓力的問題 釋放壓力是目前很大的一個課題 我覺得老師壓力也是蠻大的 壓力每天這樣子 因為病人很多 每個都是重大的手術 所以嚴重度也很大 我唯一 對啊 唯一四號就是看電影 打打球 想正面一點 或看一點 課外書啊 或者去散散步什麼就好 做每件事情都很容易就很專心 專心這個大概另外一個壓力方面 就可以忘卻了 黃昇燦 concert 他們的壓力怎麼那麼大 我就在形容說 他們手上 都随时拿着一个无形的炸弹 什么时候要爆炸都不晓得 讲话不是不那么重听 大家很忙很累的时候 有时候讲出来话 也不是很重听 现在医疗环境也不是很好 报纸也常常看到 可以说被告怕了 常常听到医生跟病人 就是有不高兴 那其实那个追究起来 都是那种态度的问题 然后一直都要帮我加油加油 一直帮我打气 所以我很感谢他 谢谢你 有时候我会拍拍他的肩膀 然后在他耳朵旁边告诉他 等一下有空 我会给你方便 如果等了很久之后 他不愉悦的话 那只能在自己心里面告诉自己 不要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 为什么等那么久的生气 他都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很好 他们不吃饭 也可以支持到他一整天看下来 难道他不会 就算是八点半开始 八点半 那做到两点钟中间有没有出去 没有 那你不用唱这首 要等一下去站 我就是想说 剩一两个把他看完的时候 就除了病人劝以外 还有家人劝 家人回去以后天天见面 就天天劝他 劝到最后真的就会改善 尤其是那个 我们认为这个可以痊愈的 你不做非常非常可惜 治疗成绩竟然要好一点 可是到最后实在 我们没办法帮助他的时候 至少让他比较有尊严 比较平静地走完最后的时间 他很认真 而且很仔细 他每个病人都注意到 包括你在化疗的时候 那个病了的时候 他会去看一下 不要我被叫走 喂 对 有有人请他等一下 我待会就过来 好 又要去看诊 你比一一走更一一走 反正常常就是stand by 就对了 或者治疗的病人 也在治疗的区域 都已经就定位 所以你必须赶快 帮他们处理掉 那没有完成的事情 就只能处理完了以后 回来再继续帮他完成 两边跑上很厉害 跑到跑去很低 其实我太太也跟我讲了 我不当医生 大概我的人生会很黑暗的 其实我也很接受他这句话 很难去 下里面会说很辛苦 然后回去很晚 没有时间陪他们 那我的回答就是 还好不是每一天 我看到 所以有时候看到病人这个是 从这个很紧急的状况下拉回来 然后能否过得还不错 就是做这么一点点的安慰 我到现在如果病人救不起来 我还是会难过 看到就是人世间 就是最美的 相遇病人很少 对 看到病人能好的时候 这是我的价值 实际大家实际上 讲的两个字 感恩 我觉得 就是再多的言语 我觉得 就是包含在这里面 不懂 那右边在哪 对 不正好 OK 但是右边也是一个 都还没用 真的看好自己也是 他很用心 然後真的很辛苦 因為像他今天看著他沒有辦法吃碗飯 然後像現在禮拜三幾乎也是從早上看看 看到晚上中間跟晚餐沒辦法吃 然後禮拜四也吃 我們護士是還好 因為我可以跟另外一個 就是他們小姐可以圓班 可是重溫就沒辦法 因為他只有一個 就是重溫就是真的很辛苦 就希望姐妹要多保重 可以休息了太晚了 先回去休息 太晚了真的太晚了 因為我還有雜的不要跟我到最後 你知道我們太晚了你就不晚了 今天來打藥不輸 先休息 感恩上人在台北蓋了慈激醫院 讓北部甚至是全台灣的志工方便來就醫 也帶動了醫護人員 世病如親 守護生命 守護健康 守護愛的醫療人文精神 我每次看到這個影片 我都非常的難過 為什麼難過 我真的很不省 我們慈激醫院的醫生 是把病人當作他自己一樣 真的我現在在看 我一直回顧我12年前 那時候的感受 我相信每一個人 如果你們是我的話 你會忘掉你的病痛嗎 我相信你只有愛 只要不捨 醫生們這麼痛 這麼難過 而且每天壓力那麼大 所以 所以 我覺得說我根本就 不是重點 重點的是說 我甚至於跟 紀錄的師兄說 我寧願做一個活著的大體老師 我不願做一個死去的大體老師 因為 我寧願讓他們在 這個 這個 我們的器官裡面 活活的還可以 他能夠 驗證了一些病理 因為 因為 他們會難過 他們沒有辦法治好的醫院 醫院的病人 其實 這個是我在化療 我一直感受 然後我就跟師兄們說 你幫我做紀錄 我就在一邊化療 一邊電療 還有這樣子的剪接 我剪接 我其實我剪接 可以一個禮拜 兩個月 一天兩天 甚至於最多一個禮拜 我就可以把它剪好 但是 我剪這個影帶 我每天看到這個影帶 我就哭 我不為我的生病 我到現在 今天為止 我不到 我不為我的病 而哭過一滴眼淚 但是 我確實 我 我唯一 我們持續 持驗的醫生們 他們這樣子 對病人 如自己 這般的 這樣子的用心 當時 當時 當時的我 我相信當時的每一位 我已經忘掉你的病了 也是一樣 感恩你們 讓我又回歸 讓我可以回來 那個十二年前的我 真的 感受很多 那我 我來講 我的人生 為什麼 你看像這個小孩子 我可以說我進入慈濟 我就每天充滿著愛 每天充滿著悲 因為怎樣 我是人文真善美 我所記錄的 我在剪接影配 我相信大家有剪接影片的人都很清楚 你的精神都全部放在在影片當中 你的文字當中 你的編排當中 怎麼去做好這個 你就陶醉在這裡 當然 我也是啊 我也是啊 我可以享受到 譬如說這個活動 慈吻我相信你也 你常常 你做那個活動主 他在我們上海是帶動我們活動的 你看帶動好了以後 其中人善了 沒有 但是我呢 我還是每天 每個分鐘 每個月 每個時間 我都在感受那種 大陸的這樣子的一個熱苦 你看這個小女生 爸爸媽媽不在 跟奶奶在一起 奶奶是織布 要織布 他們以前都喜歡 我們有一個織布機這樣子的 那個線這樣穿 他必須要在地上拿 那個穿的針給他奶奶 他家裡沒有 沒有這個書桌可以讀書 他就用什麼樣 用他的大腿 在大腿上寫字讀書 你看這樣子的人 還有這個下面 這一個 這一家 這一家 這一家你看 我們到貴州 貴州窮到哪裡 他們說窮窮窮 再怎麼窮 一定要有一個棺材的本錢 所以說他家裡面 每一個家裡都放著觀察 準備什麼 以後事要用的 他們再窮 他們吃的都是酸湯 都是好像 剛剛像我們奶奶 都起滴 噴水一樣 這麼一個 真的看得很難過 你看 還有那個甘蔬 一杯100cc的水 因為他們不是吃米飯的 吃麵粉 麵粉攪貨攪貨就可以了 就用水比較少 然後洗菜 洗什麼 洗土豆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抹布 這100cc的水 還用的那麼多 還要抹布 搓一搓 他們家裡都非常的乾淨 抹布擦好的這個水 再去 什麼 教他們家裡 庭宴的家裡的草 因為他們要養植 養什麼 細木葉 他們就是 除了吃肉以外 就是麵食 就是土豆 就這樣子而已 在過生活 這個 我想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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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持穩都非常的清楚 這個是從我們 安徽 那時候 你看我的手 你注意看 我的手 那時候是這樣子的 這樣你拿的 不是要整個手 所以你看這樣子 爺爺奶奶 根本就不熟 剛開始是這樣子的 就是煮了我們的中藥 中草 中草 然後幫他們洗腳 為什麼要洗 因為那邊很冷 動到不行 那如果沒有幫他們 軟一下腳的話 也不好 這個也是我們 那個秋師姐 我們秋師姐真的 在上海 把我們這群人帶的 真的是 什麼樣樣都會 那這個也是 你看洗腳從安徽開始 所以說每次人家 我們慈禁 全世界在洗腳的時候 我就想到安徽 想到我們剛開始 在洗腳的那個感受 還有你看 還有幫他們 你看我也很厲害 也很尷尬 每一行都一樣 也頭一次尷尬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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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爺爺真的很倒楣 我尷尬不知道什麼 真的 那一種感覺 真的還有就是說 我們到那個江西 追著坐船過去 這樣子 反正點點滴滴 你就可以在慈禧當中 你一個很高傲 很傲慢的人 一個品牌 只有品牌概念的人 能夠 能夠在慈禧 能夠做到什麼聲色 都已經忍下來 這個人 就好像剛剛講 我們修正師兄講的 無聲法忍 到了這種境界 那就只有怎樣 這個故事裡面都有 在這個當中 我雖然身體轉好了 但是我因為 就是常常在台灣 那些師兄 那個師姐們還是希望我在那邊培養他們人文真善美 到了疫情前 疫情的前一天我才開始安住在中正區 那我又想到這裡 要跟你們 因為這一張是我在慈禧 就是慈師父的這一種聲音 我相信大家看到這個影片 也相信會很感動的 在我們金社 蓋大寮還有餐廳 餐廳的時候 那時候 我剛好回來 我就在金社待了兩年 這個兩年我一直看到 常住師父 慈師父的身影 那這個知情我先來講小時候 你看我們小時候 我記得人 我記得人 我記得人家 禁 金 回去的時候 他們都會很親切 英伯的人很親切 這樣都會很親切 也不要說 你的左右凝居都會很親切 那我看到慈師父這一種的身影 就讓我就是說 跟我小時候 那種 那種 那個鄉土情很重 那種 哎唷你回來了 哎唷來我們這麼多 來再去 當時來再回來了 做什麼 那這個統好吃的 雞腿我都會記得 他們都自己吃 雞腿路腿 都讓我回去 都用那個統好吃的給我吃的 就這樣子的情形 讓我深深的埋住在我的心裡面 那我看到慈師父 也是這一種 你看如果說 我相信大家有回去的時候 如果說沒有跟團隊 單獨一兩個回去 還是幾個回去的話 他慈師父看到 尤其你說四五點要回去的時候 還沒有要 還沒有要開始用餐 慈師父就說 你們吃 你們要回去啊 你們有帶便當嗎 他說沒有啊 我們要趕快回去 然後就這樣 搬一下搬一下來 他就去大寮那邊 就換一下換一下 你看慈師父的腳本來就很不好 就是換一下換一下就走 走到大寮那裡 打便當 打好菜給我們 那一種感覺 讓我非常的深刻 在我的心坎裡面 那我在我們中正區 要我們進師堂 好了以後 我們不是有很 就是說我們從小竹搬到 進師堂的時候 很多東西 尤其我們的夜刊 存了非常多 很多 我看到 我就說 這個夜刊這個要怎麼樣 尤其他說 這個要怎麼用 不然就拿那個環保站去 我聽了我非常的難過 因為我是人文真善美 這個文字寫起來真的很困難 很不容易成一篇文章 成一個影片 你這樣子就一大堆 就把它丟到那邊去 我覺得說真的太可惜了 我就自己發言說 好 我就跟慈讓講說 慈讓 我要在中正區當土地婆 慈讓就說好啊 我為什麼要當土地婆 我就是說好 既然上人講話講那麼多 而且我一個上人也要說 你要為了聽話 聞話 還要怎樣 傳話 那我這一句話 傳話我也聽進去了 我就把說 好 我們夜刊 既然這樣子這麼不好消 就是說 囤了那麼多 好 人家會眾來 剛好我們也自賢 自賢課也不錯 我們的自賢課那些學生 還有會眾來的 我就不願齊緩的就跟他們講 譬如說這個夜刊的主題是什麼 譬如說上個月是我們的演繹 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是在什麼時間來演繹的 在小巨蛋 演繹 裡面其中的什麼 一個眼睛看不見的那個師兄 我就跟他講這個故事 講裡面我們師姐演繹的心路過程 最重要我還跟他講說 你看我們那裡足跡 後面那裡足跡 是我們師父的日誌 也是師父跟人家座談 他的一個智慧 我們可以每天他上人所講的 都不同的智慧 我們可以從那裡足跡那邊來學習 學習什麼 學習上人的智慧 這樣每一個會眾聽了 好 你聽了你會不會接受 會不會接受 會不會接受 你一定接受 哇裡面有故事 還有上人的智慧 我也要學上人的智慧 所以說 我們到現在 的一個月刊 都不夠花 為什麼 就是因為 我覺得說這個是傳法 最好的一個方法 跟會眾接觸的一個方法 而且第二個 無名網那麼大 為什麼會無名網 我其實說我做地址很慚愧 沒有把我們 慈激 你看我很會做生意的 對吧 對吧 你看我做到 世界品牌 那個珠寶是古董珠寶 不是一般的珠寶 你看我那麼會做生意 我想怎麼賣 沒有把慈激把它推出去 我自己就很懊 我一定要把慈激推出去 因為 志工 慧眾看到的 我們的夜刊 會怎樣 我們大概都會 細數 我們當時的情形 就會這樣細數 所以說 然後現在我們夜刊 不夠花了怎麼辦呢 我就用那個禁思儀 因為我禁思儀 要讓人進去 拜託拜託 不一定人 現在我如果拿去 我們禁思堂去 我說 你如果待在你的門口 一百人見過 我不要說一百人見過 我說一百人見過 你就跟一百人結合 我們這四人 就是要跟人結合 就是這麼簡單的法 就這樣子跟他們分享 好 我今天分享到這裡 好 感恩各位 好